各位好,歡迎收看副先生家中相片台的陸播,我是副中熙 今天是大年三十,首先祝大家新年進步,身體健康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這條線和城巴九十七路線的資料 城巴九十七號,來東村到中華家的廣場 經黃竹坑工廠區、香港仔隧道、灣仔和金鐘 在1987年中巴開辦,途經尼東村和中華家的廣場 這條線原定在1987年2月9日服務,因尼東村延遲入火而推遲 93年9月1日由城巴接辦,是公司首次從中巴手上接辦28條路線 26年生理程之一,並且提升至傳統條服務 97年8月23號,中華方向、途軌經天樂里、軒尼斯道、 原在途經灣仔道、菲林明道,以配合香港仔、智灣仔、巴士專用線試應計畫第一期實施 98年3月7號,去尼東村方向、改經、芬園街、莊士頓道、灣仔道、 98年4號,在途經、菲林明道,以配合香港仔、智灣仔、巴士路線、 修巴士專用線試應計畫的2A期實施 00年10月、00年的拆禮、博星地、去尼東村方向、改經、天馬街、進入金鐘東巴士重集 南由禮樂街離開,以減低統一中心外的一段金鐘道之交通通流量 2001年11月4日,中華方向、改經、黃竹坑道、天橋 以設行車時間,原有之葉勤街和海洋公園站就榮教除消 02年10月5日,中華方向、恢復亭教皇中安道的葉勤街 13年8月9日,下午2點開始,尼東總站由尼東商場的第一期 對面旁邊遷移到尼東村、東興樓對面的總站及確建部分 以配合港鐵南港島線東段工程的新交通造私 18年3月6日,正式造船服務 18年11月4日,中華方向、尼東村項客站 遷移到尼東村巴士重站,建定計劃在同時12月1日 後車是扣為改名永久實施 1997年10月5日,雅延到尼東中華方向、尼東博州 1997年11月5日,高尼州,主要轉進行公園 1997年11月5日,北京東村 1997年10月5日,鴨尼州的服務範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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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南國都線通車後,乘搭鐵路前往離東和中環的車程,只用了16分鐘 調這條線駕變節,因此這條線主要在灣仔客園撐得住 早發販時間仍然可以在漁安院判告頂閘 眾所而言,乘搭表示這條線客量在南港線開通後時速偏低 故此,根據運輸署指引向運輸署申請實檢班次 18年7月將漁安院判告頂閘 最密由最密百分之一班,削減至最密十分之一班 變無法燈車的情況,惡化 成巴是強行將97班次削減 這條線的確是彎仔,彎仔的確是比較多人 這樣就沒辦法了,運輸署,巴士公司重申決定 今天97的錄影匯報已經完畢了 可以再一次祝大家 身體健康,萬事勝義 恭喜恭喜 本頻道在新春期間,將照常 如常出片 各位各位,各位留意 直播完畢,錄播完畢,再見